傳統戲曲歌子戲結合不同的舞臺設計 也能帶給觀眾耳目異心的感受 創新與傳統病例 唐美芸來到國際慈禁人藝年會分享 如何透過戲曲紅髮 也克服演出的各種困難 用相同的精神 其勉台下的醫護們 每個人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上 盡我們自己最大的力量 可以來利益人群 可以來幫助眾生 那幫助眾生 我們覺得這個好像是很宏大的怨 我們有的人會覺得是做不到的 可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有怨就有利 醫療不只需要技術 更要懂得聆聽 課程進入第二天 天下遠見雜誌的總經理林天來 分享從工友到總經理的傳奇一生 也帶著醫護人員們 重新找回出發心 我在我們遠見天下花事業群 三十年 我從來都沒有一天覺得在工作 明白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你對你那個工作 充滿著使命感的時候 充滿著熱情 也是你的天賦 也是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那個就是一種置業 從富貴人家到販夫走出 這樣子護詞上終於落成了 多年的編輯經驗 林天南看見的是 慈濟醫生的大愛與精神 對於他眼中的醫師 他這麼說 我們對從事醫療工作的人 從擔任醫生的人 我們是發自內心的 向你們感恩 向你們致敬 帶來新聞員 接聽劉洪志 花蓮報